当然我们其实看到 Suzuki的Gimini 基本上它的舞台应该算是在 不是在城市当中的一般道路 如果你想要日常使用也很好 可是在假日的时候 又想要有一点轻度越野的话 市场上面Suzuki的Vitara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相当棒的选择 因为百万之内 它有四轮驱动的选择 而且又是进口的身份 Vitara如果说你要上山下海 甚至于在都市里面行走的话 是不是很可以呢 罗哥 对 冠宜 其实我们刚刚何王哥 帮我们带来这台Gimini 我是第一台看到 他真的把脚盘装上去 虽然这个车子在台湾实在是太热门 已经停止接单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一开始就 交不出车 对 4000张单子已经不知道消化几年 等消化完它要改版了 好夸张 但是虽然这部车真的棒 还得到最佳都会车奖 但是实际上你上车之后 前双座都OK 但是后面大部分的时间 大概就是倒下来放东西 所以基本上把它当作一个 两人使用刚刚好 你后座真的要扶起来坐两个人 可以两个人黏在一起坐 是刚好 只是完全没有中央扶手 不可能坐三人的第二排 所以说这个车子 它有非常棒的越野功能 非常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在都会 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找另外一台 就是你刚刚推荐的Vitara 其实Vitara这个车 仍然有非常棒的 它的顶规版有O-Grip 就是四轮驱动的版本 而且它在动力上面 它的1.6的NA版本就有119P 还有我们知道Suzuki是专门设计小车 它车子4米15长 可是它车内空间很不错 真的 你会很惊讶Suzuki怎么做到的 车子这么短 其实前座后座 坐起来都是非常舒适 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都非常好 还有它的行李箱空间也很好 对 都可以兼顾 还有因为它的车重都很厉害 都控制在1000出头 然后车体刚性又可以做得这么好 所以这真的是做小车的专家 那如果你要比较高一点的动力 它有1.4的Booster Jet的涡轮增压 Turbo它就有140匹马力 然后有四轮驱 顶规有四轮驱动版本 所以我常去露营的时候 常常有遇到一些路友 他们就很喜欢Vitara 为什么 第一个 它说空间小 车子体积小 空间够大 还有他们有的 而且多半是退休的 很多退休就两个人 他们觉得说开那个车 然后他特别喜欢买四轮驱动 他说我上山下海 这一步绝对都够用 而且现在的车子又好开 你记不记得我们20几年前 真正引起大家玩越野车最疯的一部车 就是Suzuki的Escudo 这个何王哥是专家 Escudo 我相信大家都是从Escudo玩起来的 那现在你真的要有越野的功能 Jimny超强 那你要都会又要有越野 两者合一 那就是Vitara 所以我真的觉得 Vitara它不是跟一般的小的Crossover 是同一来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知道说 现在Crossover很流行 但是事实上你去看它的底子 这个Vitara才是真的有硬底子 不是那种看起来虚有起表 其实只有前轮驱动的设计 没有四轮驱动的这种基础的这种车子 所以我觉得Vitara是真的喜欢 你退休以后你上山下海 当然年轻人更适合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对 所以如果说你选择 在都会里面比较偏重 平常都在都会行手的话 也许Vitara很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何王哥有讲到说Suzuki的Jimny 它为什么能够名副 其实是一台都会的越野车呢 因为它其实有加上了 这个所谓的加力箱 对 那我们通常在看一台车 是不是架杠的越野车的话 就要看它有没有加力箱 是很多人这样说的 可是加力箱这件事情 就是加力箱这个东西 本身它在越野的这件事情上面 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听说如果使用不到的话 是会造成不得良的后果是不是 对 我想在这边 我必须先用一个图表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假设这是一部车 车往前这边是驾驶座 往前的话 这我们不管外侧的轮胎 我们单指前轮跟后轮 内侧的轮胎来讲 假设你站在这个位置 当你方向盘往左切到死的时候 其实它会形成了一个 它会以左后轮为轴心 它会以它为轴心去绕圈 也就是说最简单的讲法 假设你人站的这个位置 跟这个后轮的位置 大概是1米来讲 但是它绕出来的圈 它所形成的圆 它前轮会变成是 大概是在1.5 当然这个差异会取决于 你的轴距的长短 轴距越长的 这个差异性就越大 很有可能就变成是2倍 我这样只是指一个例子 但是它绕一圈以后 后轮它就会变成是 1去乘以3.14159 那前面所形成的圆的总 圆中就会变成1.5 去乘以3.14159 所以它就会有差异 所以一般的车像Jimmy 平常时候你放在2H 它就是以后轮为主的在跑 但是你只要你把它放到4H之后 它就变成前轮跟后轮 会走一样多 所以会变成是 后轮它也想要走1.5 去乘以3.14的这个圈数 所以你就会看到 它在原地的话 它会一直在转转 那只要如果你车子 是这个所谓的 重量压得不够重的情况下 然后路面还有点湿滑的话 它只会在原地空转 但是如果你后轮 你后面载的很重 然后这个路又是干硬的话 后轮它为了 因为强制要它转动很有可能 你的传动轴就会断了 不论是4L跟4H都是一样 干硬的路面你绝对不能够使用 那L这件事情 它其实指的是Low Gear Box 就是Low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像我们各位去骑脚车的时候 当你平常时候如果是在爬坡的状态 你很有可能就会把前轮 假设平常时候 我们是前面是蓝色跟后面是蓝色的一样的直径 这样在跑 所以等于是你前面踩一圈 后面也踩一圈 那L的状况就是前面变小了 前面必须可能你得踩两圈 后轮才会产生一圈 那这样子它的好处是把你的扭力给放大 其实我特别要强调一点 你特别要记得一件事情 干硬的路面绝对不能够切4H或4L 我之前有遇过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介绍他买了一台F牌的车 他就说陈大哥你为什么介绍我买这么烂的车 这么容易坏的车 对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只要从新竹往北埔开 第一天就断一次传动轴 过几天又断了一次 我说你是怎么使用 他说因为业代告诉他 你跑山路的时候就要切4H 结果他就在宝山水库的 博路上这么一开 传动轴就断了 第一次是粗宝 第二次他自己付钱 那第三次他又出了一个更大的疲漏 他打给我说陈大哥不行 整路打车呢 我说怎么了 他说因为业代跟他讲说 这个4L就是爬山的时候就要用 但是各位 各位你如果走这个拉山 往拉山的路上去走 他其实是公路 虽然它是婉延曲折的公路 但是它是薄油路面 结果他把它放到4L去开以后 因为就像我讲的 他已经转速拉到快4000 结果后面还在堵车 他把它放到4L去开 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使用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充分了解 车子的原理 有机会我们到外面去 我再把实际操作给各位去体验 你就会知道这个原理是在哪里 所以只要特别记得一点 干硬的路面 绝对不能够用4L或4H 对 因为一般铺装的道路 跟所谓的没有铺装道路 它所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过和王哥的分享 大家也把它放在心里面 我们知道说 Suzuki它在长期经营 这种属于小型的越野车上面 可是有声有色的 但是在越野以及军事上面 长期拥有非常深厚基础的 有几家的品牌 也在近年来推出了 非常适合在都会使用的SUV或者是CUV 像我们看到近期 大家讨论度也蛮高的 有一款Range Rover Evoque 它就是充分展现了都会跟越野 两相宜的车款 艾达 带我们来看看 好 没问题 冠宜 你可以看到现场这一台Range Rover Evoque 对 如果我不说 你会觉得它有很强的越野能力吗 你只会觉得 它很都会 很时尚 对 它是在我们市区行驶 非常努力 豪华的一个 这个是什么 非常时尚的一个这个是什么 而且你会觉得 它好像精品一般 对不对 但是冠宜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其实早年Range Rover 在军事以及越野用途上面的车辆 它是很早之前 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刚刚何黄哥跟我们介绍的Jimny 可以说是误入水泥丛林的一款纯正的越野车 那有一些人就会说 那这个Range Rover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它是误入都市的一台越野车吗 它绝对不是误入都市的小白兔 因为你要知道以往这个越野车 它的功能设定使用的范畴比较局限 所以你看Jimny为什么它要推出 这样子符合都会 也符合越野使用的一个车辆 甚至现在这个Jimny 它也必须要有一些比较便利性 都会使用的一些实用性的配备 对不对 因为应应时代的转变 这些车子除了越野用途之外 它很多时候在什么 在博友路上使用 在都会区里面使用 所以你可以说Range Rover是 很早之前就知道说 我要把我的越野车 做得更加的适合一般的 这个都会上的使用 甚至它的内装 它的外观要符合时尚的潮流 要符合人体的一些需求 各方面的豪华舒适性配备 所以你说Range Rover 这个品牌 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先见之名的品牌 我记得我们一起去过英国 参观的Range Rover的总部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品牌 Range Rover的总部 这个品牌它有很多越野车 非常厉害的一些项目 即便它现在把车子打造的 这么样的豪华奢华 它一样具备有很棒的越野功能 对 它越野DNA 绝对没有减一分一毫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英国 不是有阶梯跟一个很大的斜坡 它竟然在两个不一样的路面上面 它可以这样稳稳的开下去 没错 阶梯 水管 泥泞 丛林地 水坑 它通通都如履平地的可以开过去 而且坐在车子里面 你好像坐在一个豪华品牌的车子里面一样 可以获得女性朋友的喜爱 这真的是没有话好说 不要说女性朋友 连我的很多男性的友人 也非常喜爱这个车 现在我们台北市的市议员 他还准备买一台这个车 我正在帮他安排 所以其实EVOKE这个车 非常的吸引在都会使用一些 时尚的一些族群 但是不要忘了 它还是拥有非常好的一个越野 例如说现在新一代的EVOKE系统 它有一个叫做ClearSight的系统 它可以透视底盘 看到对地 也就是我们在越野的时候 然后可以看到路上的一些状况 你轮子落在什么位置 前面的一些障碍物到底是什么状况 就是冠一刚刚说的 Ground View这个系统 它就是涵盖在这个 包含在ClearSight里面这一套 整个完整的一个系统 包含了水深的一个侦测 甚至在后照镜的部分 我们一般后照镜在驾驶的 我们左驾车子在驾驶的右前方 这个后照镜是光学的镜片 如果你后面不管是载货 或是遇到一些什么拟命挡住的视线 是不是看不到 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在我们看到EVOKE车顶上 鲨鱼旗天线上 后面天线的部分 它其实还有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就可以透过镜头 投射到我们右前方的后照镜 从光学式的后照镜 变成了数位式的一个后照镜 它其实甚至可以调广度高矮 高低角度都可以调整 这也是越野的时候 实际上使用需求 延伸出来 借由现代化的科技 投射到这样的一个车型上面的设计 对 因为其实现在的车 做得越来越好了 不只在这个平路上面 你开起来会觉得很舒适 甚至于像EVOKE 它也配备了第二代的全地形的 这种越野能力 所以让你在即使通过一些 没有铺装的道路的话 它也一样可以行驶如履平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